欢迎来到奶爸套里我是老胡 本期视频给大家聊一下 1万订阅的YouTube能够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在做这个频道之前也很感兴趣 所以我也搜了很多相关的视频 但是大部分视频的博主都喜欢卖关子 就是说最开始先给你说 YouTube创收的门卡规则 再说有的没的 然后最后才把那个数据给你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时候是怎么样 我就不断的快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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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先得到那个数字 所以我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也就不卖关子了 我直接把我的最近的数据给你们看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800美元左右的话 华山人人民币是5000多人民币吧 那如果你是在北上广深 这种一线城市工作的话 可能这个数据你不当看得上一眼吧 但是如果你是在二线城市的县城 或者甚至像我所在的成都 这种所谓的一链五线城市 然后说实话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 他的工资也就有四五千吧 所以如果你能够通过做一个YouTube频道 让你的工资收入再翻一翻 那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是吧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聊一下YouTube 这个收入的具体的门槛和规则 还有哪些影响因素等等 首先你如果只是想创建一个YouTube频道 然后上传视频的话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你有一个谷歌账号就可以来上传视频了 但是你如果想要创收的话 那是有一个小门槛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频道的订阅数啊 需要达到1000个人 并且如果你是做主战的长视频的话 那你在过去365天的播放时长 需要达到4000个小时 如果你是做short短视频的话 需要在过去90天有1000万的播放量 这个短视频我没做过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门槛算高还是怎么样 但是长视频的话 其实这个门槛是不算高的 好了 现在是我的这个频道的主要的收入 这个数据啊 我给你看一下 我是三月底达到1万订阅的嘛 所以我们就看4月份4月份我这边有860美元 然后5月份的话有807美元 你可以大概就算就按照800美元来算吧 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其他的1万订阅的 其他类型的博主 他们晒出来的数据啊 我这个数据还算可以的 算我觉得应该是中等偏上的吧 在YouTube这个频道就算是同样的订阅数 那他的这个收益的差距也是会很明显的 因为他有不同的因素影响的这个东西 首先你的订阅数并不能直接完全反映你的播放量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数据是按播放量来的 就是说你看有些人 我不是我的我的这个过去48小时的观看次数 我不知道算怎么样啊 因为我的订阅数是1万3 然后现在过去48小时 基本上是六七千的样子 这个还算一个比较活跃的播放量了 我觉得那如果是同样的订阅数 你的这个播放量只有两三千的话 那肯定收益就会低一些 这是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你的这个收益 肯定最后是基于你的播放量来的 就是说哪怕你的订阅数再高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比较 实际实际层层的账号的话 你播放量比较少的话 那可能收益也不会多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的话 就是这个每千次展示收入 这rpm 我现在这个平均下来是9点 9点几啊 还算还算可以吧 那这个影响因素就很多啊 我们只能说主观的进行一个推断啊 好了 我现在把数据调成过去365天的数据了 然后我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过去365天 我的频道的这个rpm的话是8.14美元 他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每你的你的这个频道的平均下来 每1000次播放 他就会给你广告商给你带来的收益 大概就是8美元8.14美元 那以前还有个数据叫cpm 现在好像不不展示了 那个的话就是基于播放的每千次展示收入 就是说你这儿虽然展示了1000次 但实际上这1000次不是说每一次都是有广告 收入的你们看视频的时候应该能看到 就是说你们最开始广告的话是有个5秒钟 可以跳过的 如果你在看视频的时候 观众把每次把5秒钟 然后完了之后马上就跳过广告 那这次播放的话 广告商是不会给你寄费的 只能说他在看了一部分广告 或者把广告看完 然后这一次播放才算是真正的是有广告投入 就是对广告商来说 他才是有正二八经的效果 效果的这种播放 他才会给你计算广告费 那cpm其实就是基于播放的 就是实实在在 有人看了广告的这种预估的数据 那个会高一些 这rpm的话就是把这种数据已经抛开了 就是实实在在的 就是1000次播放 但是不管你有没有看 他这是平均下来的一个数据了 有些频道的rpm是比较低的 比如说我看见有些频道的rpm 可能只有两三美元三四美元的样子 那这个rpm的高低 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youtube官方他没有一个 显性的指标给我们看 但是很多人他 有一个主观的推论 就是说主要是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你这个视频 一个就是你的这个频道的视频的题材 或者叫主题你的 主要做的视频主要是哪方面的东西 因为实际上这个 这个主要是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的话 其实就看 你的这个视频主题 契合的这种广告商的投入 就他的预算高不高 像常见来说rpm比较高的一些视频的话 主要是 主要是赚钱相关的 赚钱相关的 然后财经相关的 还有币圈的 比如说交别人怎么赚钱 那就可以卖客 然后交别人怎么炒股 那些股票平台可能就拿来 投广告 然后你币圈 那些交易所可能就来投广告 然后这些东西 他本身这些广告上 投放广告的 他的预算就比较高 相当于你频道做的视频的 他的广告收益就会比较高一些 另外一些泛娱乐化的主题 比如说你做什么美食动画 什么影视这些东西 可能他在这方面投广告的那些 广告商 他本来预算就相对而言 跟我之前说的一些会低一些 相对而言他的rpm就会低一些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这两个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说实话 你如果是做泛娱乐题材的这些频道的话 你的播放量 你的粉丝数相对而言 因为他是与娱乐性质的他的普世面更广 所以你更容易积攒你的播放量和你的 粉丝数 但是如果你是做财经内的 或者说股票帮人赚钱这方面 他本身就有一定门槛 他的受众群体也会小一些 所以你频道做起来的 你的播放量和你的粉丝数 涨起来的速度也会慢一些 所以这两个方向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是我主观觉得 你如果看你看你怎么思路 你如果是想做这种高rpm的话 那你这个频道做起来难度 它是会高一些的 但是你如果是做一些泛娱乐性的 这些主题的频道的话 你的频道做起来的概率会高一些 但是它的rpm的话 就是它的单价的一些可能会低一些 大概是这个逻辑 看你从看你的做频道的战略是怎么样的 或者更适合哪一种类型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这样觉得的 那另外一个影响rpm的话 就是你的频道的主要的观众所在的区域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我的频道所在的观众的地理位置 像主要是美国香港中国 然后这样往下的 它怎么说呢 就rpm跟你的频道所主要的观众数量 它也有关系 相对而言 你投放在欧美的这些发达国家的广告 它的费用本来就会高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观众群体 主要是在东南亚这些的话 那相对而言经济稍微差一点的地方 那你的广告的单价可能就会低一些 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素 但是如果你是中国大陆人翻墙出来做中文视频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是挂了梯子来看的 挂梯子最主流的地方就是香港和美国这两个梯子 所以相对而言 美国的观众给你带来的rpm 应该是相对而言整体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这方面的话 如果你是做中文视频 我觉得还好了 但是如果你是像 但是我看见有些台湾博主 就是他的真正儿八经的 他的观众受众群体 他不需要翻墙 他的IP就是所属台湾的 那台湾的rpm好像就会低一些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结果 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你看这个地理位置是中国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 其实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的占比的话居然占了17.5% 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大陆的话 然后你是需要翻墙出来看的 翻墙出来的话 你挂了一个地区的梯子 你在这个地方显示的就应该属于是哪个 哪个国家和地区 比如说你挂美国的梯子 那你给YouTube显示的 那这个就应该是美国 那这种中国的是说明什么情况 这种就是他不需要挂贴子出来的 那这种的话 他应该就是在国内有正常的专线 他可以访问Google 可以访问YouTube 可以访问其他一些外网的这种情况 而在中国大陆 你这种的话 基本上想拉这种专线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些大的企业才能够拉的 你个人甚至小企业是没有资格 屁股下来的这种专线一般来说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这些拉专线的企业 它拉专线肯定是用于工作的用途 但是你看 居然有这么高的占比 直接通中国IP来看我YouTube频道的 说明这些企业的员工 一天有多少时间来摸鱼 专门用专线就来刷YouTube了 然后还有个情况 如果你是中国IP过来看的话 其实是由于YouTube对中国的话 它是没有开通广告收益分成的 所以说这部分其实就相当于是空白流量了 就是说看起来占比那么大 但是由于中国IP看YouTube的话 它是没有任何广告收益的 所以对于我的广告收益来说 它是这个占比就是直接损失了 那这个也没办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广告来的 它YouTube会员的话 你如果你开了会员 你就不看广告 然后YouTube把会员费也会稍微给你一点 但是会忽略不计了 你看吧 所以基本上 如果YouTube平台本身给你的收益的话 就是观众观看广告的收益 但是你如果频道做起来之后 你的收益完全不止这一些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有趣的数据 叫订阅状态 就是说你的产生的播放量 是订阅你的人看的呢 还是没有订阅你的人看的 我这个频道的比例是73开 就是说70%的播放量 是来源于不是我的订阅者看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这对于你做频道 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地方 就是说我的频道的很多是属于那种 教程类的 教程类的话 你的粉丝联系实际上是没有那么高的 教程类的 如果别人搜索 一般都是搜索问题 然后找到视频 然后解决他答案 OK 然后他就完了 他对于把粉丝留下来的概率不是那么大的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遇到了问题 然后你去搜教程 然后跟着他 然后把事情解决了之后 你不一定会去关注这个博主 除非是你的每次遇到问题都能够看见他给你提出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 这种他订阅你的概率才会高一点 所以我不知道健康一个健康的频道 比例应该是多少 我可能可能是把55开卖还是怎么样 反正你如果想做频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 你如果是怎么说呢 你需要做一点带有你个人风格的那种频道的话 可能粉丝联系会高一点 或者吸引人 你需要让观众喜欢上你这个人 不叫喜欢上你这个人 喜欢上你这个人做的视频的一种风格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觉得你这个人后来做出的视频可能对于他始终都有用或者都有吸引度 他可能才会来订阅你 如果你是做纯教程类的视频的话 可能吸引粉丝的能力就会低一些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 关于做视频出不出镜的 是也有这一方面一个考量 因为如果你全是录屏的这种解说的话 对于观众来说 它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是露脸 然后以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方式出镜的话 你相对而言 你会给观众带来一种稍微有一点互动 或者有沟通性那种感觉 它是一个 你会看到博主是一个实实在在人 然后你如果是长期看到的视频的话 你能够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性格 然后合不合你的胃口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观众来说 他长期而言的话 可能他会把你当做一个朋友 或者说说朋友也不一定 因为毕竟是虚拟虚拟世界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关系了 只能说可能互动感会强一些 然后对你的频道发展可能会好一些 大概是这个感觉 好了数据大概就聊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有一定的空余时间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尝试着做一个自媒体的频道 然后自媒体的话 其实如果你人在大陆出来说油管频道 是一个挺不错的优势 你知道因为油管频道的 它贴片广告的模式 可以让你专注于你的内容的创作 但是你像国内的自媒体平台像B站 对于大UP主它是挺不错的 但是对于中小UP主来说你的收益是很难的 就是说你如果在国内频道像B站有一两万粉丝的话 你的播放量其实真正的赚过来的激励收益 它是很低很低的 因为它没有广告没有广告收入 广告收入的话 好像西瓜视频还稍微激烈 那些给你还多一些 像B站基本上就微乎起微 它更多的一种创收的模式是掐饭做做掐饭视频 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是作为一个体量比较小的UP主的话 在国内平台你做掐饭视频的这种收益是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如果出来做YouTube频道的话 你就可以完全不做掐饭视频 你就专注于你的内容的创作 它就靠广告收入也能够给到你一个比较合理的收入 还有YouTube频道 其实它现在的中文的内容 其实我觉得还不是竞争特别激烈 首先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 就是说内地的三强人群的数量级 大概是500万到两三千万这样一个人群 那你对比一下 如果你会翻墙出来看YouTube 那你国内多少人14亿人 那你已经是在这14亿人里面 你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了是吧 你已经脱颖而出了是吧 就是说你的竞争度其实就已经小很多了 然后再有一个你频道做到后期之后 也不说多后期吧 像我现在 其实我上一个视频也说了四五月份 由于各种原因 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动 但是你看我四月份之后的话 可能就发了两三个视频 但是由于之前做的视频 它给我带来的收益 让我在四五月份的时候 每个月还是有800美元左右的收益 这个就是像怎么说呢 叫了一个什么被动被动被动收入 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 你也有一部分收益 这是一个有延续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尝试着来做一个优感频道 特别是如果你是大学生 我觉得真的是很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其实因为大学其实有很多空余的时间 你可以去思考怎么样做一个频道 甚至你就去 很多时候就是那些拍Vlog 然后共享自己的生活的那种视频 也是挺受欢迎的 我现在其实就后悔 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就 真的是一天就打游戏 或者玩其他什么的 当时如果我能想到做一些 兼职或者多去考虑一下 那个时候如果去做亚马逊 那不知道能赚了多少钱 而且你也不要觉得你来做一个频道 你就非得是成为大佬或者什么 你才能在做 其实我做频道的话 我现在频道这些主题 亚马逊 ip 然后美卡 美国信用卡 银行账户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在做频道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懵逼的一个状态 ip可能还好一点 但其他的我基本上都是属于很懵逼的状态 当时我也没有想啥 就是说我在学亚马逊的时候 涉及到这么多些 我就去学 然后去检索 学到了之后 然后就把一些东西整理一下 发出来 其实相对而言 你的从小白 然后慢慢进阶的过程 你遇到的这些问题 可能是其他小白也可能遇到的 其实更有参考性一些 而且说实话 现在网络时代 90%多的知识 你去网上搜 其实是能搜到的 其实而且youtube频道 你很多的教程 像做ip的 我也做 其他人也做 很多人在做 做翻墙的那种视频 很多人也也在做 但是本来知识就是重复的 只是说看你 怎么把你收集到的知识整理归纳 然后以比较容易让观众接受的这个方式展示出来 那怎么让观众更能够理解这个知识 那就是你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你的目标 每个人吸收能力的 吸收知识的这个速度和能力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说的稍微简单一点 把一些很繁琐的东西 然后整合之后给出一个比较 比较有条理的这种整知识的整合 然后再分享出来 其实也是有一定市场的 并且你做一个youtube频道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成本的 你就算你要出镜 你用手机拍也行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手机拍的 买个摄像头也便宜 不是不一定说非得花几大千三万 买一个很高端的相机才能做 其实你需要做的就是买一个这种 收音好一点的这种麦克风 然后基本上就ok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零成本的东西 成本你的成本就是你的时间成本 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时间很多 但是你的时间不值钱 不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能不能把自己的时间 变在越来越值钱 那就是说你把你的时间花去吸收知识 然后整理 然后再输出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你自己的时间肯定会越来越值钱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说这么多吧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你能够帮我订阅点赞转发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好我们下期视频再见